亲爱的家人 大家好 三套天赐得 陈辈的慈悲 让虎学有这个机会 跟我们各位亲爱的家人 我们一起来拜读 我们的七真 马大仙慈悲的圣讯 实在非常地感谢上天慈悲 感谢先佛慈悲 非常地厚爱我们这些的弟子 尤其这些 对这个研究道理 很有兴趣的这些的弟子们 那大仙也非常的慈悲 大仙据后学的记忆以来 大仙来开撒也好 灵坦也好 的这个次数是比较难得的 那我们今天非常的难得 能够感动了上天老母慈悲 派了我们的这个七真的马大仙 来指点我们实在是非常非常的有福气 那我们现在就用着很有福气 很有福报的人的这个心情 加上了感恩的心情 加上了喜悦的心情 一起来 要来拜读大仙的圣讯 大仙他在生是一位很有钱的这个富豪之家 一个富豪就是一个有钱的圆外这样子 那他以一个富豪圆外的这个立场 很有钱的这个圆外的立场 来修道 所以我们今天就要来拜读 一位富豪的仙佛 他指点我们的圣讯 是什么样的惊言欲语 来我们一起拜读这个讲坛诗来 兵马未动良先行 防放未染破极经 先丹难治必心人 敞开自我展虔诚 阴阳风雨总面对 君子成气便清重 冬至春生稻田耕 细水长流必始终 大仙慈悲 是给我们的讲坛诗 又灌了他的这个名会 马丹阳灌了他的名会 说兵马未动良先行 兵马还没有出动之前 这个粮食 粮食一定要先往 先往 就是先出发 因为粮食的这个动作 运行的动作比较慢 而且一定要粮食 有够粮食 那兵也好 马也好需要的 才有办法来支持 那人世间的事情也是这样子 防放未染 在还没有 事情还没有发生之前 就要先预备了 防放未染 这样子才能够破极经 就是各种经济的困境 各种会面对后面的人事物的困境的地方 那因为有防范 所以即使是遇到了属于好像荆棘刺 好像刺一样的这种的事情 比如说好 荆棘虽然会吃人 可是荆棘也有它的功效 一样的 那人面对的这个 好像刺的这些人事物的事情 是辛苦 可是一样也有它的功效在 这些好像刺的这些人事物 是可以帮助人成长 而且体会 甚至于增加了智慧 甚至于培养了更成熟的这个心智 因为大仙慈悲 他慈悲我们说 先当难智必心忍 说如果没有这样做的话 即使是先当 也没有办法把这个心关起来的人 来帮他来治好他 所以一定要心要打开的 重点心要打开 大仙慈悲 说敞开自我展前场 敞就是打开 敞开大大的把它打开 把自我把它打开 然后展前场 我们看前一堂课 这个美丽的善良的 很慈悲的成长师 引导我们如何来 这个跟压力 说一死 就是能够跟压力同存 然后在虽然是跟压力同存 可是却能够在压力当中也如何走出一条路 也能够如何来放松 如何来正面呼吸 非常非常的感恩 所以像这个样子敞开 打开我们的自我把自己打开 然后展前程 我们的前程还非常非常的远大的 再来阴阳风雨总面对 君子成器变轻众说 阴阳风雨 不管所谓的阴阳就是不管是下雨天 还是大晴天 还是吹风还是下雨 通通是要面对的 本来人生的路就是这个样子 大行慈悲 指点我们说君子成器 那君子者要来成器就要变轻重 分辨出什么事情是轻 什么事情是重 就是说我们把重点放在重要的重点 那至于呢 就是说有很多琐碎的事情 可能是会影响我们的心情的 可是大行慈悲 这些这些都不是我们人生唯一的唯一 可能某一件事情 某一个人事物让我们的心情很难过 没有错 可是这些不是我们的人生的唯一 我们还有更重要的目标 要来前进 所以叫我们呢 要呢 君子成器变轻众 再来 冬至春生稻田耕 细水长流必始终 说呢 冬至就是所谓的冬至就是冬天到了 因为呢 一年当中有四十八节 四十就是春夏秋冬 八节就是这个入春春分 入夏夏至 入秋秋分入冬冬至 那过几天 再过几天就冬至了 所谓的冬至就是冬天到这个地方 到这个地方 再来呢 冬至阳生 冬至春生 就是说 到这个地方为止 再来见见见见见以后呢 这个阳气就要上升了 所以接着下来 后面的这个呢 这个时间呢 就是呢 会有入春了 所以说 冬至春生 然后 到田耕 这个呢 有形的田耕种 那大心慈悲说呢 那我们呢 这个道田 道心的田地也要耕种喔 所以感谢大心慈悲 跟我们说 没有关系 不管过去呢 遇到多少的这个困难呢 过去了 他跟我们说 冬至春生喔 意思就是说 不用烦恼 他 就是说我们 我们是呢 他在 我们大家在他的心中呢 都是非常好的这个闲事 然后他鼓励我们 鼓励我们 哎 冬天的事情要过去了 再来是呢 春天的景象要展现了 就是会越来越好了啊 那我们就要把握这个好的机会 然后来耕种我们的道田 我们的道 我们的这个大道心 道心的这个田地 细水长流必始终 我们说细水长流 不要急 也不要断 不要急 也不要挺喔 就是不怕慢 只怕站 不怕走得慢 最怕站得不走 站得不走呢 就没有前进啊 就没有进度啦 那我们虽然慢 可是我们没有挺 没有挺 那我们就不断的有进度 大心慈悲 说这样子就能够呢 必始终 能够呢保持保持呢 到永远喔 非常的好 大先慈悲说 无奈呢 马丹阳 就是我们的七真的 马大先 大先呢 他出生在呢 西元的1123年喔 大如果以中国的历史来讲呢 大致上差不多就是在呢 北宋跟南宋呢 交接的这个期间 因为这个期间呢 北宋接到南宋 那这个同时 其实呢 也有这个呢 也有金 也有金 所以这个 这一个年代 是比较复杂的 虽然是同样生长在这个 地面上 那可能呢 隔壁就是另外 不一样的这个 掌权者了 所以那个时代是 就是说 就是有这种的情景 所以如果以中国的历史来讲 就差不多 就是这个 北宋跟南宋之间 这样子 那呢 他是呢 山东人 山东人 中国的这个山东人 那他呢 是 虽然很富有 很富有 那他也跟他的妻子 一起来修道 都是呢 拜这个王重阳老主为师 然后就把这个 家产人 就 不看重家产了 不看重家产 然后呢 专心的来修半道 所以他财师的功德 非常的大 那他呢 进步 也呢 非常的快 那他终究成修成为呢 七真之一 王重阳老主呢 他的弟子很多 可是呢 最后呢 七个很出色的 就是所谓的七真 那这个 马丹阳大先一样呢 他也是呢 修行的时间也是 不断不断的 自己修 之余也是不断的炫化 因为呢 他也帮 这个 王重阳老主呢 也能够帮忙料理呢 这个 全真 王重阳老主所创办的这个 全真 这个全真教这样子 他也是呢 非常的卖力 非常的用力 那呢 他也是不断的炫化 炫化仲 炫化人 也曾经炫化这个渔夫啊 渔夫 就是呢 这个打鱼的人呢 敢化了 敢化了 不要这个 不要伤害有生命的这些 然后呢 那这些 打鱼的人呢 懂了 听懂了 那就把他 就把他 网子也把他烧掉了 不要再 杀生了这样子 然后 那这个 我们 这个马大仙的这个 生平呢 早上我们的 刘老师也很慈悲 帮我们呢 帮我们呢 这个呢 帮我们慈悲的 非常的详细喔 再来呢 大仙慈悲说 金领母子 今天呢 奉了老母的命令喔 来自佛堂 来到了佛堂 仓库母驾 向老母来参加喔 仲贤安康 亲爱的家人 仲贤耶 大仙慈悲呢 肯定我们是贤者 他叫我们 他不但是肯定我们是贤者喔 而且呢 他是给我们的平安 健康 所以我们非常的感恩 来跟着后学一起说 感谢大仙慈悲 对对对 我们非常感激我们的马大仙 这么的疼爱我们喔 哇这样子 不但肯定我们是贤者 而且呢 还是给我们的平安 是给我们的健康喔 那他是福气给我们以后呢 不接提章 然后他继续 继续呢 用鸡笔呢 写字来指点我们喔 哈哈 亲爱的家人 学一下 学一下呢 这个富豪先佛的 哈哈的那种的豪迈 其实呢 我们现在看 那种富豪 他却能够放得下 多么豪迈啊 这个笔呢 拿剑起来呢 后来有办法呢 挥剑五刀的这个 欸 夹式呢还豪迈了耶 为什么 要放下 不简单耶 放下 世界上的人所 每一个人所追求的 又很爱的东西 放得下不简单 所以呢 后学称这个叫做豪迈 是因为一种心中的这个呢 解脱 所以我们来学习一下 这种豪迈的富豪的这个仙佛呢 他的这个哈哈的口气 来 哈哈 对好 ok 对对再一次 来哈哈 对好好好非常的好喔 再来我们就继续拜读了 圣讯喔 来 回首一年之作息 是好是坏是顺利 那再来这几堂呢 我们就请我们的 我们翁老师真莲 来为我们慈悲 请 是感谢副领导慈悲 大家先告诉我们说 回首一年之作息 是好是坏是顺利 现在已经12月了 如果是农历的话也是11月 已经到了年底了 所以大仙提起我们说 我们也要为我们这一整年来的过程 啊 检视自我 然后省思看一下 这过程当中 当然会经历到许多的事情 有一些比较开心的 有一些难过的事情 有时候很顺啊 有时候也会遭遇一些挫折 但是呢大仙告诉我们说 不论经历苦或乐 皆是成长之底气 就好比像莲花 它是生长在污泥当中 但是它吸收这个污泥的养分之后 它又开出了很美丽的花朵 这美丽的花朵 也就是点缀了这个污泥词这样子 就又如同我们的孔圣人 他曾说过 无少也见故多能鄙视 孔圣人 他虽然是一代的圣人 但是由于小时候 父亲找王 母亲一个人独立抚养他长大 因为家境不是很好 所以大小事情 杂事都是要靠自己来处理 所以也是很辛苦的 但是这个过程当中 却是他人生当中的一些经历 一些成长的很好的养分 在孟子这本书里面就有记载到 孔老夫子以前 成长为伟丽就是掌管粮仓的官吏 也长为圣帖就是负责放牧的小吏 虽然他都做过这些杂事小事 可是在这些琐碎事的当中 也让他体会人生 为他的生命带来一些很深刻的理解 这些都成为他人生中的养分 那我们接下来来拜读下一句 其实人生数十年的过程当中 有许多不同的变化 有一些是可能每个人对人生的方式不一样 有的人会想要对人生有一些很多的规划 但是并不是整个过程都能够按照我们的心意所想 可能也会面对到许多未知的变化 但是这些事情发生了 我们所要选择的态度是怎样 就在于自己的决定 或许有的人会觉得很抗拒 不想要面对到一些事情 事情虽然过去了 但是心中觉得很委屈 或是留下了一些埋怨 这样子心中有堆积的一些垃圾 那么自己日后的生活就会觉得很辛苦 但同样的一个过程 有的人选择了接受 他放下了 虽然事情过去了 他的心也过去了 那这些不管是好或不好的过程 考验也罢 困难也好 这点点滴滴在当中 只要我们的心接受了 这我们就在过程当中有所学习以及成长 所以大仙告诉我们说 年末已至自繁形 有过必改工字机 大仙提醒我们说 已经到年底的时候了 不止整个公司行号可能会做总结算 然后我们个人对于自己也要有一番的检视自我 反省 在这个人生一整年的过程当中 不管经历过了什么 如果有一些不好的地方 我们去思考看看我们能够如何的再把它修整 调整再更好 然后比较好的地方我们能够把它保持下来 继续的再加强再发挥 所以大仙提醒我们说 有志且立 愿必了 务富加起好时机 大仙提醒我们说 我们不止要反省自己 对于过去我们要反省检视自我 那么对于未来新的一年 我们要有一个目标有方向 想想看我们能够再怎么发挥 早上王执行长也提到这个愿 愿就是一般人来说是一种梦想理想 那在修道来说 就是我们原来的心就是这个愿 从我们的本性良心所发展出来的一个慈悲善愿 我们自己有一个能力 不只能够成就自己 希望我们能把这一份的好 来自去成就造福更多的有缘的众生 所以大仙提醒我们说 未来的一年 我们也要为自己立下一个方向目标 能够发出一份慈悲的善愿 好好把握这个时机 把握这个天年 能够再做更好的发挥 感谢翁老师慈悲 那我们继续拜读大仙慈悲 圣训时代人生人心不如洗 教育改革意相遇 说这个时代人心跟过往的方式 想的就是思考的方式 有很多不一样的地方 过去不如洗 就跟过去不一样嘛 那相对的 教育改革意相遇 说所以包括教育的方 教育的方式 也会有不一样的地方 因为很多的父母都会感叹 说小时候父母亲讲的话 他们听了微微示弱 那现在他们讲的话 孩子好像不一样的 这样子 所以大仙慈悲 他教我们怎么办才好呢 大仙慈悲说 子女行事都有变 难以接受之差距 说哇 子女所做的事情呢 有时候也有不一样的变化 那这个难以接受呢 有时候是父母亲难以接受 有时候呢 是子女难以接受父母亲的这个事情 所以呢 观念都有差距 所以怎么办才好呢 通通要学习的哦 大仙慈悲说呢 学习非止止上谈 实践所学士 是必须说 学习呢 不是只是呢 就是在纸上说说而已哦 平常就是把所学的 那平常呢 就把它用出来 把它用出来 比如说过往可能我们面对这种的 亲子关系的这种的 情形的情况下 过往我们都怎么解决 用什么方式来解决 那呢 那一种的方式解决以后的结果呢 可能呢 是 哎 亲子都不高兴 都不高兴 或者是呢 哇 没有办法有好的结果 没有办法好的答案出来 那大仙慈悲说 那比如说好 那我们有学了 有学习了 那好 面对同样的情形的时候 哎 用看看嘛 不一定每一种的 这个教育方式呢 都适合我们家的孩子 可是 我们既然有学了 那我们可以试看看呢 好 试看看 用看看呢 其实呢 都有改善了 因为呢 有很多的这个家长呢 哎 都 发现了他自己如果真的把所学的 自己呢 就自己在自己的身上先用 先用的时候 其实呢 亲子之间 都会有改变的地方 因为这个呢 看法会越来越来越缩短 不会呢 南辕北侧 一个呢 走东 一个收西 这样子 再来说 人生呢 多少看不透 人情事故呢 亦偏激 说人生呢 哪哪能免呢 有看不清楚的地方 甚至呢 所以呢 我们的人情事故 就很容易呢 偏激 就没有办法保持呢 比较平衡 比较中和 这种哦 中庸的方式呢 来面对 那怎么办才好呢 幸好 幸好 幸好怎么样呢 大神慈悲教我们哦 修道本位改面目 除旧不新了 更彻底哦 说修道本来就是为了要改变我们的面目嘛 说哎 哎 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我们好的地方 那也有我们的缺点的地方啊 那什么叫改面目 就是就是把我们好的地方把它保留下来 那我们有不理想的地方呢就要改变了 就是要这个样子啊 就是要改变了 哦 就所谓的改面目 那除旧不新 不理想的 我们就呢 哎 改掉 那甚至呢改掉以后呢 又新的体认 不新 新的体认以后 虽然同样我们这个人 可是我们进步了 哦 而且呢不断的在成长了哦 那一次就好吗 不是一次 大神慈悲说 所谓的更彻底 就是说哎 一次一次再一次 改一次 然后改东改西 改这个改那个 不断不断的 哎 自我要求 不断的改 不断的除旧不新 哇 那大神慈悲说更彻底 就是说 能够不断的前进 不断的进步的意思哦 再来 若是欲成千里路 还在坚守呢 出新意 这个我们就请我们的欧老师 真点慈悲 是 感谢副领导慈悲 大神告诉我们说 若是欲成千里路 还在坚守出新意 如果我们想说 今天想要去台北啊 设立了一个目标方向 那我们当然就是要去实行啊 我们如果搭车啊 或是自己开车上去啊 可是如果我们中途折返 将能够到达目的地吗 那各位家人应该都知道 这是没有办法到达目的地的 所以呢大神就提醒我们说 当我们设立了目标方向的时候 更重要的是我们要坚守我们的 当初的这一份的发心 我们的出新意 为什么呢 我们来拜读下一句呢 大神告诉我们说 大苦小苦长不尽 生活其中有甜蜜 所以大神告诉我们 为什么要坚守出新意呢 因为大神知道啊 我们要成就一件事情啊 其实是不简单的 过程当中啊 都会有一些起伏啊 有苦有乐 但是啊 大神提醒我们说 虽然有辛苦的地方 但是也有甜蜜快乐的地方啊 或许就记得以前啊 曾经听过一个故事 有一个老婆婆啊 她每天都很不开心 都很爱叹 当大晴天的时候 因为她有两个孩子 一个就是卖语剧的 那一个孩子呢 就是卖冰的 那大晴天的时候 她就很感叹啊 她卖语剧的孩子 就没有生意啊 那下雨天的时候 她又很感叹啊 她卖冰的孩子啊 就会没有生意 但是呢 周边的人就提醒她说啊 老婆婆啊 你怎么不换个角度想啊 如果大晴天的时候 你就要很开心 你卖冰的孩子呢 就会生意形容啊 那么下雨天的时候呢 你也很开心啊 你这个卖语剧的小孩呢 她的生意也会很好啊 所以其实啊 大仙提醒我们说 人生过程当中 有苦呢 也一定会有甜蜜的 就是在我们自己 怎么去看待它 那大仙也提醒我们啊 我们来拜读下一句 苦尽甘来乐尽取 行文脚下之路已 大仙知道我们 人生过程当中 都会有一些的 辛苦啊 或是挫折啊 困难都 难免都会遇到 那大仙提醒我们哦 要乐尽取 要保持这个乐观啊 积极正面的态度哦 为什么这么说呢 其实啊 幸福啊 大家都想要追求幸福 可是啊 幸福不是一种状态 而是一种 我们看待事情 看待世间的心态 那幸福也不是说 什么物品 带给我们的感受 其实我们 是我们自己 面对到这些人事物 我们所选 所做的选择 同样的人生 同样遭遇到 一样的事情 可是有人选择 乐观的去面对它 那也有人选择 觉得很哀怨 很埋怨 但是不同的选择呢 不只当下 自己心中的感受不一样 也会影响呢 后续的人生的变化 所以呢 大仙提醒我们 我们要乐尽取 而且要行文脚下之路仪 不管生活如何的变化 我们都要稳稳荡荡的走着 这每一个脚步 那我们接下来 再拜读下一句哦 不具未知人生徒 活在当下跟福地 大仙提醒我们说 我们不要去害怕人生 或许还有数十年 不知道未来会如何的变化 但是呢 很感恩我们有上天 先佛的护佑 有这个道可以修 可以有这修道当中的 这些良师意有 陪我们一起走 这个人生的道徒 所以呢 我们都要很积极正面 活在当下 未来虽然会有变化 但是呢 我们要保护每一个当下 过好自己的每一分 每一秒 然后能够多行善功善事呢 耕耘自己的福田福地 那我们接下来再拜读下一句 或许难言之苦 或许难言之痛苦 属于上天天助你 大仙慈悲呢 很体贴我们 也很照顾我们 他知道每个人都会有一些 说不出来的苦 而且甚至是别人无法体会的 但是啊 大仙慈悲告诉我们说 人或许无法体会 但是上天一定懂我们 一定知道我们的 我们可以呢 把这些心事呢 跟上天说 跟老母说 所以呢 如果啊 家中啊 能够安设佛堂呢 我们就可以时时与佛相伴 当我们有一些心事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跟上天说 但也可以啊 时时来佛堂啊 来礼拜 接受佛光普照呢 跟上天请述我们的心事 感谢副领导慈悲 感谢吴老师慈悲 那我们继续往下来 拜读圣讯 至诚之心不可施 事事必会有转机 所以我们至诚的心呢 一定要保持 一定要保持 那至诚的心 什么叫至诚呢 就是呢 我们大家都有诚意 那我是诚意一秒钟 还是五秒钟 还是五分钟 还是一个小时呢 那所谓的至诚 就是说 没有停的 这个诚意 这个诚意是不断持续的 这个叫做呢 至诚最大的诚意的意思 那大仙慈悲指点我们说 这种最大的诚意的心 不可以失去哦 我们有这种自诚的心的之后呢 自然我们都 每一件事情都会有转机的 很多的这个 不管是大事情 还是小事情 不管呢 这个是呢 紧急遇到的灾难 还是呢 或者是呢 是需要长时间来解决 解决来面对的事情 都会慢慢来改变的哦 美国的道歉 有一位道歉呢 他曾经遇到这个抢劫 哇 他到一家很有名的这个连锁店 去付款的时候 那就一个男人呢 就走进店栏 走进店里面来抢劫商店 那他的口袋呢 好像放着好像枪的这个东西 然后呢 就呢 哎 叫大家了 在场的人 他们要跪下来 而且呢 双手要放在头上 双手要放在头上这样子 那我们这位道歉呢 就跟他说 我的膝盖实在是没有办法跪 很困难这样子 那呢 这个强盗不管了 他说你一定要 大声的 很生气 很大声的跟他说 你一定要这样子做 那甚至呢 那他叫这个收盈眼 把钱全部要都给他 那有一位呢 就跟他请求说 你不要伤害我们 我家里还有小孩子 我还有一个小孩子在 那这个呢 强盗说我才不在乎 这样子 那他一直要求 看得到每一个人在场 每一个都 通通就是一定要把 手放在这个头上 这样子 最后呢 我们这位道歉 他心中一直默导 一直默导 一直呢 这个默导 五字真经 因为他对五字真经也是很有信心 一直默导 一直默导 五字真经 直到了这个 强盗离开 哇 那他平安无事 那在场的所有的女士 在场的所有女士 也都平安无事 所以他非常的感恩说 哇 这个呢 他的这个呢 这个 五字真经 然后呢 仙佛慈悲 都陪在他的身边呢 看 遇到这种呢 这么危难的 危急的事情呢 能够呢 大事化小 像这个就是急的 那有时候我们的这个人生是还有很多呢 是 需要时间 需要用时间才有办法来解决的 甚至这个要一段时间 才能够化解的 那大仙慈悲说 这种事情虽然是呢 比较困难 比较麻烦 甚至呢 让人的心情呢 比较 负担 比较重 甚至让人呢 开怀不起来 可是大仙慈悲说 没有关系 用我们的智诚 用我们的诚心诚意 用我们的信心把它锁住 这种的诚意 不要停 那每件事情 事事就是 每件事情 每件事情 就是 大事小事的意思 不管是大事还是小事的意思 总有一天会转机的 而且呢 就是说 由于我们的诚心诚意 这个转机 的时间会能够提早 能够缩短那种的 辛苦 缩短那种新的辛苦 磨炼磨心的这种辛苦能够缩短 或者是呢 身体的苦痛能够缩短 或者是呢 感情的这个折磨的这个苦痛能够缩短 缩短这个心情 缩短这个时间 难道这种的苦痛 的心情呢 能够由大 变中 然后由中 变小 游小能够化五 能够渐渐这样子 所以叫我们一定要有信心 所以他叫我们说 望众依寻道之机 追随古圣之足迹说 希望我们每一位 希望我们大家能够依寻 就是依照 这个道的路 依照道的路 然后来追随着 古圣先贤 他的足迹来走 古圣先贤这样子走 走完了他的人生 成就他非常美好的人生的价值 他的人生的价值 成就为 因为能够敢帮助人世间 能够帮助更多的 众生同胞兄弟姐妹 然后他自己的修为 成就为圣先先负 大千慈悲说 所以我们学习 圣先先负一样 自度度人不忘本 手心养性不便宜 所以叫我们能够自度 度化自己 也度化别人 不要忘本 而且要 手心养性 帮我们的心性把它保守好 不偏移 这个手中非常的重要 把心性把持得住的意思 再来 席耳恭听吾之语 细细说来 要动息 大家席耳恭听 听大仙慈悲的慈悲 的圣训 然后他说 他细细说来 他细细说来 他慢慢仔细的说 叫我们一定要动息 要了解 再来 君来一趟不白费 先来换生了好贤起 所以今天他到了我们 这个重振来了 他没有白来白走的 他除了 只是我们大家 每一位的 同修家人以外 他还要 换生好贤起 就是 他还要来 指点我们 个别 个别指点我们几位的 好同修 那大仙慈悲 肯定我们成为 是好贤起 再来 第一位就是 吉祥浅显 吉祥守好己 原者 不负光阴制作者 说吉祥浅显 大仙慈悲 在指点我们说 守好我们自己的原则 我们的原则自己要守好 我们会了解 我们会了解 因为每一个人的 适容工商 或者是身份 为人 为人掌上 或者是为人的这个 子弟的这个 各种的原则 说 各种的 该有的原则 我们要守好 尤其是修道的原则 更要守好 不负光阴 不要辜负的 宝贵的时间 因为时间就是生命 制作者 能够 以身作者 以身作者 多行多做 基善工 所以我们要多写 然后多做 累基善工 累基善工善德 不要嫌小 不要嫌小 释迦牟尼佛曾经 曾经跟大家讲 不要嫌那个小的这个功德 有时候 就是说 在过去是 很多很多的 这个呢 当中 有很多的这个呢 圣贤的这个 好的典范 就是说 他 就是 没有钱 没有钱 然后呢 看到那个时代也有佛出世 那看到 人家 都在施舍 人家有钱人都在施舍 那他也很想施舍 他很想共用佛 他也很想共用这些佛的这个弟子 那实在他实在是没有 所以呢 他就 拿了一些 好像 这个珍珠的这个白石头 白翠石 白石头 这样子 这样子 就好像他在 天女上花一样 就是 就像我们现在都 丢 彩带呀 这个 这个新人 我们都会帮人 帮新人 这个人 丢彩带 类似这个样子 或者是清货的时候也会丢彩带 那他是用了好像珍珠的这个白色石头 这样子 就把他散开 散给了这些 佛跟他的弟子 这样子 他就这样子做 他能做的就这样子 他就这样子做 可是他的心是纯净的 我们知道吗 从此以后 他生生世世 通通是 很富有 很富有 而且生来就有这个宝 生来就有财宝 就从天上掉下来这个样子 很难得 你看 就是这种的情形 而且 因为 他的心是很纯正的 很想要像佛的这样子 所以到了释迦 不但生生世世都很富贵以外 释迦摩尼佛这个时代 也是这个样子 生下来 天上就从 从天上落了很多的这个珠宝 他家满满东东是 这个样子 所以释迦摩尼佛 而且 他有机会 跟着释迦摩尼佛来修道 所以释迦摩尼佛就跟大家说 不要小看一点点的这个善 就觉得他没有功德不做 要做 所以感谢大声慈悲之电我们的这个吉祥 浅显 浅显的说 多行多做 吉善功 调整自我 诚心格 那调整我们自己的 调整我们自己的心情把它调整一下 然后我们用我们的诚心 感格上天 用我们的诚意 感格先佛 好 非常的 恭喜我们的吉祥 这位浅显 再来 清华真知要觉悟 喜心格面学历读 我们的清华浅显 大仙慈悲 马大仙慈悲说 真知真正的了解 真正的了解要觉悟 对道要体悟 对人生要有觉悟 喜心格面 把心整理一下 我的面貌整理一下 学历读 我学习的力量是读很坚定的 再来 难过 低谷是难免 事情本有转基督 说 会有到难过的事情 会有人生的 低谷 这个会有 就是有时候 很辛苦 很失忆落到谷底的时候 这个难免也会有 大仙慈悲说 难免 一切都是难免 他说没关系 事情 本有转基督 一定会改变 一段时间一定会改变的 说 会改变 而且会度过去的 说我们安心 放心 把我们的诚心诚意 一样 喜心格面 学历读 这个才是最重要的 好 感谢我们的大仙 来 安慰鼓励我们的清瓦这位清瓦浅贤 再来 昌慰体谅自己心 放慢脚步 莫及心 说昌悲成贤 大仙慈悲 指点我们说 体谅 要体谅自己 要体谅自己 放慢脚步 不要急 不要急 放慢脚步 说 一步一印 必成就 踏实方式 重点成 放心 一步一脚印 只要一步走过去了 抬起来一定有一个脚印在 没有白做的 一定会有所成就的 要肯定自己 说我们的 踏实 方式 踏实才是 重点 才是 成功的重点 才是成功的重点 所以不要急 一步一脚印的 好 我们 感谢大仙慈悲 好 鼓励我们的 昌慰前贤 哈哈 再来 匪役不输志气力 肯定自我莫轻弃 说匪役前贤 大仙慈悲说 不输志气力 不输这个志气 所以要立下这个志气 肯定自我莫轻弃 说肯定我们自己 不要轻弃 不要轻弃 就是说 不要 不要看重自己 肯定自己 对 不要 轻易的放弃 永远不说放弃的 永远不说放弃 我要珍惜 珍惜我们自己所拥有的一切 所拥有的一切 一切一切 东通是美好的 所以大仙慈悲说 不输这个志 不输 这个就是 虔强意志 志气把他立下去 对自己要有信心要肯定 非常的感恩 我们的这个 马大仙 这么疼爱我们的匪役前贤 再来 灵安 学习不比较 世事跟进了 勤修道 也说 大仙慈悲 指点我们灵安 浅显 学习 我们来学习 不用比较 没有关系 我们只要 世事跟进 每一件事情 我们就跟着 修道 勤修道 就是跟着修 前贤是这样子的来修道的 那我们也跟着这样子来修道 可以的 都可以的 反正前贤这样做 我可以这样子做 前辈这样做 我也是可以这样子做的 就是这样跟着 跟着来前进 绝对 没有白做的 大仙慈悲 学习不比较 不用比较 每个人学习的速度不一样 不要比 因为人比人气死人 我们如果要拿我们的弱点 跟人家的强项来比 那我们始终也没有信心 对不对 对不对 不是的 别人有别人的强项 我们也有我们的强项 别人可能学习那个比较强 那我们可能学习另外一种的 比较强 对不对 通通是很好的 要有信心 大仙慈悲 不用比较 反正 听话照做准没错 我们就一样一样的来跟进 来很认真的来修半道 感恩 感恩我们的马大仙 这么疼爱的我们的这个 领安前显 再来 明云自重爱自己 不可乱的原则律 大仙慈悲 指点我们明云前显 我们自重 爱自己 自我尊重 看重自己 要看重自己 而且要爱自己 好难得 你看 能够这个样子 很感恩 我们现在 还能够一起来上课 还能够一起来听 大仙慈悲指点我们 来指点我们圣训 哇 太感恩了 所以我们一定要自我尊重 要看重自己 而且要爱自己 不可以乱的原则 对 所以我们先要守定 守定 说 重视人生每一步 用心感受真意义 明云前显 我们要重视我们人生的每一步 用心来感受 真正的意义 人生的意义 同样是人生 这样也过一辈子 这样也过一辈子 可是圣贤先佛 他也是过一辈子 那为什么他终究成为圣贤先佛 因为他在人世间就做着圣贤先佛的事情 就走着圣贤先佛的路 就是这个样子 所以就造就成为他成为圣贤先佛的 与众不同的这个人生的价值 所以大仙慈悲指点我们说要 重视我们人生的每一步 用心来感受人生的真意义 那也感谢大仙慈悲 我这么疼爱我们的民运 浅显 哈哈 非常地感恩 大仙这么爱 这么爱我们这些众生 再来 请拜读 望重为己多期许 新年展新更不一 希望大家对我们自己要期许 要期许 所以新年 展新新的一年不一样 会有更好的一年 会有更好的一年 说多有乐观 少埋怨 说我们要多乐观 多乐观 用乐观的心情来看待 来看待 哎呀 反正 同样这一碗饭 我们是用什么心情来吃它吗 对不对 同样的 桌上的这几道菜 那我们是用什么样心情来吃它吗 同样是这一杯 白开水 那我们是用什么心情来喝它吗 就是差别在这个地方而已呀 所以大仙怎么叫我们呢 乐观 少埋怨 这一杯水 虽然是白开水 可是 很渴 我非常地渴 喝上了这个白开水 好感恩 为什么 它帮我解渴了 如果没有这杯白开水 我等一下会怎样 没有办法想像了 这个样子 所以感恩 所以大仙慈悲 叫我们 多感恩 多乐观 减少埋怨 那用心生火除脾气 用心来生火 能够生火 生的活在这个世界上 生的活在这个世界上 生活 生活 所以就很感恩了 所以用心来生活 除脾气 没人都有脾气 除旧 不先 改 好的脾气 继继续保持 或者这个年纪人 或者还是不断的在提醒自己 一定要改 一定要改 这个反正 就是这样子嘛 我们每一个人 不要把缺点再 再带到下辈子去 或者是带到天上去 天上用不到这些缺点 所以我们一定要改 再来感谢大仙慈悲说 君是一篇 耳 耳勿参 且走且勿 且自立 所以今天他批示 这一篇 批示一篇来 我们大家要参悟 耳就是你 就是我们大家的意思 要勿参要参悟 我们要边走 边体悟 而且要自立自强 边走就是学习修道路的这一条路 边走的意思 感恩 指了一笔 慈母言 出离佛宣 他方去 我们看大仙 他离开我们这个地方 还到别的地方 可能也是去开杀 可能是去救灾 可能去救难 可能更去感化更多的众生 所以我们非常的感谢 我们大仙的慈悲 致电我们 今天假设有不恰当地方 求 老母开恩 先佛慈悲是最荣宽 那我们要记得 大仙慈悲我们的重点 除旧不新 要改脾气 一定要记住 那最后 我们也求 先为慈悲 大仙慈悲 保佑我们各位亲爱的家人 和家平安 健康快乐 道道红展 谢谢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订阅